金華城動工與否充滿未知數 但鄰近街道慘況早已藏不住 即使是週末人潮卻不如以往 附近店家生意更是慘不忍睹 差了一萬八千零 假日很多人 我那時候每天生意都很好 現在生意爛到不行了 最近這兩三年又 我們的商業的狀況又是有更加的衰敗 那我們附身的OK啊 路易斯啊也都陸續的逃避了 金華城暗言到就連主要干到 巴德路四段周遭榮景不在 再看看錦鄰的建築物關下鐵門 上面充滿了塗鴉畫 可見像極了廢墟 不只金華城周遭淒涼 再往下走幾個街口 還有清空代售大樓 沿途也看得見招租廣告 讓人意外的是房價竟然略有漲幅 相比四五年前 金華城周遭租金行情 每坪落在一千一到一千兩百元 近期每坪約一千七百到一千八百元 房市買賣上無電梯公寓大樓 也從五字頭變成七字頭 房仲分析 房價跟著大環境上漲 但房屋買賣成交量 甚至租房相對比較差 因為你現在在動工施工的狀況 所以等於是沒有人流的情況 那等於就是讓周邊的房價 其實陷入了一個有一個衰退 甚至是一個激動的狀況 金華城商圈還能重返昔日榮景嗎 事件會給答案 3D新聞王晨英 羅佩 台北採訪報導 在這間公司的地區